大概会有几个地方 我们分别把它完成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切到 现在员工比较简单就是 我如果要查那个部门名称的话 那当然可以根据那个 部门代号去查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书函数 那这边呢当然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我们 检视与参照的函数 那特别是有那个 函数里面的类别 检视与参照实际上就是做查询 里面的话当然 当然 最常被用到的 我刚刚讲过 当然就最下面是V函数 不过除了V函数之外的话 其实还有其他的 当然index indirect lookup 跟match 跟obset 当然如果说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假如你不用V函数 你没有办法也可以把资料查回来 也可以查到你要的东西 其他的函数你也不妨可以试试看 因为很多时候V函数没办到的 那你可能要用别的函数了 如果你别的函数你也不会用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了 你可能要做一点图法链钢的事情了 所以这里的话当然我们先用那个V函数查 然后呢 四个问题嘛 反正就一个罗伯一个坑嘛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查什么 OK lookup value 那查那个代号 OK Table Array Table Array就是哪一个 Table啦 就哪一个表格啦 实际上我们刚刚有加了名称 所以按F3 这个时候的话呢 哪一个表呢 我们要查的是 关于部门 所以理论上应该会有个 部门表 部门表有 OK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会显示啊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是建议 旁边这边会显示出来 那你会发现呢 他查的东西这个东西会带过来 A01 第二个呢你部门表里面的是一个大瓜糊 为什么大瓜糊呢 其实在 那个只要是范围 都一定是 大瓜糊呈现 就是所谓的阵列 在这个内部其实把它当阵列 那这个阵列里面的话就是放A01对照的是 董事长4 看起来应该OK 那接下来第3个问题说 那你要在这个 部门表里面 帮你带回来 查一定是查第1栏 我刚讲过 那你要带回来是第几栏 如果你没有 不太知道到底部门表里面长怎么样 有个方法就是你把游标再点回第2个格子 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它跳到 部门表的位置 就是这里 第1栏 一定是你要查的 所以他基本上的逻辑上 把A01这个资料 到部门代号的第1栏里面查 查到之后呢要帮你把 第几栏带回来 那我这边的话第1栏 只有2栏 所以这边输入2 如果要找一模一样的 那就输入0 就是或者打个FORCE 那 可是问题你会遇到 假如以后如果没有A01 只有A02 只有A02啦或者其他的 那你知道 这边就不能用0 你可以用1 他如果找不到的话 1的话会找接近的 不会出现 如果你用0的话 他找不到的话就会 紧NA 紧 就是错误讯息 N的话就Nut A的话就available 意思是找不到的意思 Nut available 就是说找不到东西 OK 然后呢我们这边输入2 输入 这边的话输入2 这边的话输入0 OK按个确定 那董事长4就出来了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当然如果你要练习 因为这边延伸性练习 如果说假如你要查什么 假如你 检视比参照里面 如果你要用别的函数查询 最常用到是index 然后呢配合什么 配合 不过index本身呢 他可能会 跟那个match做搭配 所以会先用match查 查完之后再丢给index里面 你们也可以试看啦 不过我觉得这蛮重要 因为很多人 第一招不会 没有会第二招 那你完蛋了 只会一招 那 之后 就挂了 就是查不到了 就没办法了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可能也许再学一下备用 备而不用 反正如果你实在是 那index呢 基本上你按确定啦 所以以后你学函数 大家就知道一下 就是 他的 他会三个东西 第一个问题说 你的array在哪里 你的范围 那个范围值的就是你要 要去 带资料回来的那个范围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应该指的就是 F3 如果我今天要查的是什么 董事长的司机 就部门表 OK部门表这一个 那他会问你说你这个部门表里面 这个范围我已经 刚刚已经选好 部门表里面呢 这个表里面 请问一下你要抓的是 这个部门表里面的 哪一列啊 所以这边的话 特别是 他概念是列的话是 第几列 我们看到这边是第1列 蓝的话呢 我要抓的是第2蓝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有点像天空地 你这边输入1 这边输入 下一个的话是2 董事长4呢也会过来 有没有 可是呢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 已经自己已经知道 我的内格什么呢 我的 A01 是在第1列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我把它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全部都董事长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填 列都是第1列 可是问题我的列 不一定在第1列 我的列可能在第2列 第3列第4列 所以我刚刚提过 假如说呢 你要能够 用index 改的话 这边 可能你必须配合 Match函数 那这个Match函数 就是 去 查询的意思 查那个资料 在第2列 把第2列的讯息 回传告诉你 那你就把Match 放到这个中间来 这样就查成功了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要Match查的话 可能 要注意一下 这边变成说你的函数里面要放函数 所以那我的习惯会怎么做呢 我会先做里面的函数 做完之后再把那个函数 减到这里面来 就可以 OK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 先 在 做index之前 我先把这边 我先把它删掉一下 我们 先插入那个Match 所以这边的话 先用Match Match里面的话 他会问你说 一样是 lookup value 所以也有跟v乱书蛮像的点 就是这个 lookup array 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 A01 的值 那lookup array 这意思说你要到哪边查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就告诉他说 我要到那个 F 其实F3我看一下 直接从那个所谓的那个 部门表 OK里面帮我查 不过呢 特别注意 我們現在的部門表裡面是包含什麼呢 包含這個包含兩個籃 但是特別注意它這個match只能夠給它一籃 因為你給它兩籃 它不知道該查哪一籃 所以記得這個部門表 這邊的Look Array 你恐怕就是要切到這個代號檔裡面 告訴它範圍從哪個範圍呢 從D2到這個底下的D18這個範圍 當然你這個地方也可以先建一個名稱 在代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們先這樣的方式 然後呢這個地方的話match type 它底下會跟你講說一樣是0 是完全比對一模一樣 那也有個1 1的話是找接近的 不過你會發現它多一個match條件是-1喔 這個-1跟1有什麼差別呢 也特別說它找接近的喔 1的話是找比接近 接近的話呢它是不大於 就是它會找比它小的 那-1的話呢是比它大的 因為找接近的有比它大有比它小嘛 所以如果你要找比它小的就要用1 找比它大的是-1喔 所以這個地方等於是-1這個是 跟那個V軟函數最大不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那個找接近的 但是要比它大的話 那你可能要只能用match 不能用V軟函數喔 OK所以match多一個這個功能 那我們做好之後按確定喔 OK就找到了 當然你如果往下填滿的話 它會錯誤啦 為什麼這個範圍可能要把它鎖起來 按F4 那我建議是鎖列就好了 所以按F4兩下 因為我們只要向下填滿 只要鎖列就可以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把它打勾之後的話 再向下 它這個時候就幫我查完 查完就是說告訴我說 你的那個列是在第幾列 已經查到你要的這個部門代號 所以A01是在第一列 B01是在第二列 然後C01是在第三列 切過來看一下 對沒錯 123 所以它查出來就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列 那如果我已經知道第幾列的話 那我就再來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 這邊喔 剛剛的這個客戶這邊 剛剛員工這邊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match公式 怎麼樣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呢 再插入那個 那個到那個我們剛剛的那個index 的index 裡面的話呢 直接按確定 直接就把match先貼到 rule number裡面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那 array的話呢 直接f3 直接指向那個 部門 部門表 部門表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就從部門表裡面 已經知道它查出來是第幾列 那藍的話 我要第二藍 這樣的話按確定 就可以向下填滿 看一下 基本上 結果 會跟旁邊的是一樣的 不過呢 當然比起來 V-R-函數相對的簡單 可是呢 V-R-函數呢 它的缺點就是只能夠查第一欄 如果你要查第一欄以外的位置 你就可能要用這個方法 index 配合match 這個方法其實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 蠻多人 這個工作裡面遇到 這個編號不在第一欄 那就沒有別的招了 沒有別的招怎麼辦 那你就可能 就是要突發鏈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 大概是延伸 補充說明的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就是客戶名稱 客戶的部分 現在是名稱 也稍微把它試一下好了 這個我剛剛延伸多講一個 一個index 配合match 那我基本上會分兩階段 先做match 把match做完之後 再做index 那match的話呢 這邊大概 先第一步 那這個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 補充就是用那個index配合matc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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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